大家好我是一元 如民总所说的那样 官方真的出了联盟报名制度的KVK 那之前的影片我也是有爆料过这件事情 也感谢民总给我这个情报 那么在上次的影片中有讲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看到评论区也是 有一部分的玩家是反对这样子的做法 不管是YouTube还是Bilibili 我是有看到一些观众是反对的啦 不过我们也是要看一下 这个联盟报名制度的规则到底是怎样 如果他的规则安排到不好 其实他这个联盟报名制度 跟我们现在报名制度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在录影片之前呢 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规则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不过这个界面不是每一个王国都可以看到的 是那些结束KVK一段时间的王国 才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所以有些玩家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情了 不过我们来稍微讨论一下他的游戏规则到底是怎样的 报名规则 活动开启时联盟盟主可以自由选择剧本并进行报名 所以联盟成员将共同报名该剧本 第二进行剧本报名时 联盟盟主的执政厅等级需要到达25等级 且联盟成员不能少于10人 第三报名阶段可以更换剧本进行重新报名 此阶段结束后不可变更剧本 第四在报名阶段加入联盟将自动报名该联盟所选的剧本 推出联盟将自动取消已有的征服赛季报名 报名期结束时如果玩家处于无联盟状态将无法进行征服赛季的报名 那么看到这边报名你们大概也了解到意思啦 就是总而言之你真的要打KVK的话 你必须要加入那个有报名的联盟 没有加入联盟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KVK 所以这个像我之前讲的那样有些玩家可能啊他这个赛季可能比较忙 家里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报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退出联盟 就不用再加入联盟里面报名 并且有一些农服玩家可能在你的联盟里面啊你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打架的你也可以把他踢出去 就报名的时候不会把他也报名进去 报名阶段第一点活动期间同一个王国只会开启一次征服赛季报名 如果有联盟未成功报名则需将等待本王国其他联盟结束持KVK之后才能参与后续的报名活动 所以每个盟主你们也是要注意如果错过时间或者是没有跟王国那边商量好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打KVK了 匹配规则普通模式如果和国王选择相同的剧本则一定和王国处于同一个失落之地 随机模式如果和国王选择相同的剧本则有可能和王国处于不同的失落之地 就是报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两种不同的模式 看你要不要跟国王在同一个失落之地 有些是想要跟别的联盟打的话就可以选择不同的 无论盟主选择何种匹配模式 同一个失落之地中同一个王国的执政官一定会分配在同一个阵营 简单的来说不管你选普通还是随机 只要你被安排在同一个失落之地跟别的联盟 但是同一个王国在一起 他肯定是跟你分在同一个阵营 比方说全部分配在火 他不会一个放在风一个放在火 联盟管理 无法加入分配在不同失落之地的联盟 在冤王国的执政官可以加入未进行剧本报名的联盟 就比方说主门一般都是会加入KVK嘛 都是会报名的 如果你在很小很小的联盟 你想要进主门的话是不能再进入了 一开始失落之地活动的执政官 无法加入正在进行报名或匹配的联盟 正在进行失落之地匹配的执政官 无法创建联盟或被移交盟主 可在万盟集会活动页面或者王国总览页面 查看自身匹配的失落之地 那这个部分你们应该也看得明白 不用解释这么多 不过官方也是有给大家一些注意事项 联盟活动匹配完成后 执政官不可加入选择不同剧本以及匹配于不同失落之地的联盟 所有执政官需要提前对联盟活动进行规划防止因为剧本报名而影响埃及之战 奥西里斯联赛等等活动 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没有办法去到复盟那边报名打埃及之战之类的 因为有些玩家他们可能会分到复盟那边去打 因为你推出联盟去复盟打埃及之战 然后回去主盟主盟又在失落之地 这里的规则是写不能进入已经在报名或者是在失落之地的联盟 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出到去进不回 失落之地活动期间匹配成功联盟成员只能和匹配在同一个失落之地的执政官们参与失落之地相关的活动 同时远镇前夕活动的王国排名将被替换为阵营排名 军团容量活动期间匹配成功的失落之地中 军团最大可容纳联盟数量将得以扩充 会提升5到20个 后续赛季报名活动结束后 如果王国中存在成功匹配的联盟 则需要等待本王国全部联盟结束此征服赛季 返回原王国后才能开启后续的征服赛季 后续征服赛季将继续采用王国报名方式 意思就是说这个万盟集会呢不是永久性的 它是有固定时间出现的 那么看了上面的规则之后 你们觉得这个报名制度怎样呢 但是我还是会好奇一个问题啦 如果我们报名的话需要国王审核吗 因为有些联盟可能真的是要捣乱了 他们也是会去报名 最怕就是他们报名之后 跟我们的战力全部排在一起 有些联盟可能是农夫联盟来的 就会导致到我们匹配方面又有问题了 不过坦白说这个报名制度呢 真的会给一些玩家有喘息的机会 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每一次打KVK都在线 并且有些高战农夫真的是要清理也很麻烦 就算去清理他 我们自己战力也会掉 不过还有很多是位置数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规则而已 也不能按前往 按前往他说还没有开放 不过在上一个影片 我也是看到一些观众问的问题 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变成联盟报名制度之后 我们可以丢的要塞就变得很少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步 每一次丢的要塞都要看好位置 你要丢在哪个地方就是决胜夫的关键 不过看到重复问的问题比较多担有的问题 就是农夫联盟会不会进去里面报名 毕竟KVK里面的采集点等级会比较高 采集的数量也会比较多 所以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如果国王是不需要审核 你就可以直接报名进入KVK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会有一点点问题 有利也有弊 还有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如果不参加这一次的报名 也就是没有加入联盟 就会整整两个月都没有事情做 嗯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啦 但是报名之前我觉得你们就应该要想好了 毕竟你也不想拖累大家嘛 不过如果是一两个人当天不得空 没有办法来帮忙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是说整个联盟有事多个人 就没有办法出现的话 这个就不可以了 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如果你们真的要加入联盟报名的话 考虑清楚 因为对方肯定是选最强的精英出来 如果你不是要真的要报名 你就不好再加入联盟了 还有就是联盟报名制度之后 盟主会不会把一些可能战力比较低 或者是没有办法打架 没有装备的玩家踢出去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保证给大家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也是要看你们盟主的为人 有些盟主确实会这样子做啦 毕竟他也不想打到一些对面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这边人这么弱 再来我看到有观众说会不会无课玩家永远都无法参加KVK 这个观众的问题我可以老实的回答你啦 其实不管有课没课都好 我们只要活跃的玩家 就算你有课金你战力再高也好 你打仗当天不出现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玩家就是废有的 但是你无课也好 你只要肯出来打架帮忙补棋子 补要塞补季节 我们都会觉得你比那些有课金的高战玩家 还要来得更好 至于你们对于这个改革万萌机会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个影片